啊 誰可以來救我啊 啊 今天又被刷了一比15磅的錢 大家好我是Puffy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5點25分 這個vlog不是從一大早開始 是因為我是從一大早開始錄的 但是到中午這個片長就已經超過了15分鐘 所以我就決定才成上夏季 所以你還沒看上集的話呢 可以去這邊 然後也可以告訴我你們比較喜歡它 合在一起還是就分成上夏季 合在一起就是30分鐘一集 其實有點明顯可以從我聲音聽出來 我剛睡醒 因為我就是今天5點就起床 所以剛剛就是昏昏欲睡 偷偷睡了兩個小時的午覺 然後我現在要去領 我的Costco來的包裹 跟大家一起開箱我從Costco買了什麼 包裹前呢我要來給我的洗碗機 加鹽 因為洗碗機 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麼 但是它需要洗碗 鹽跟一個液體 它才能運作 然後那個鹽是 可能一個月還多就加一次吧 其實我以前是加一次之後 就再也沒加過第二次了 就是在舊加的時候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次這麼快 就一個月又要再加 然後大家就陪我一起加 現在就要來跟大家開箱 我從Costco買來的這一整箱的包裹 我 等我開完再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用Costco的會員 就是線上購入 英國Costco的東西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Costco的會員是全球通用吧 只是 就是你要去線下的話 是完全沒問題的 可是你在線上要申請 線上會員的時候 然後那些資料 就是你的會員碼 會跟他 英國的會員碼 不符合 好 首先呢 是有個明細 因為它是貼紙耶 好可愛喔 可以貼在我的 bullet journal上面 然後我買了 16卷的衛生紙 你們一定覺得超問號的 不是中午才開個24卷的衛生紙嗎 對 但是因為我買24卷的時候 我已經訂這個16卷了 所以 反正 這就是消耗品 最後一天會又完 欸你們是不是歪了 幫你們瞧一下 OK 然後 其實我買的東西很少耶 因為 它量真的很大 然後一個人就會 有點猶豫 不知道要買什麼 這個是 柯克蘭他們自己的 油的那種噴噴 這個蠻便宜的 這兩罐好像才五塊 然後超大罐 我在超市買小小一罐 一罐就要兩塊左右 然後 還買了 女性衛生用品 真真 還有一個 欸咻 還買了 只是兩樣了 這個 鮪魚罐頭八個 因為它也是八個 然後超級品 所以 我想說如果煮那個 韓式的辣馬鈴薯鮪魚湯的話 可以用 所以 就一次囤了八個 最後一樣產品 醬醬 呃 Vino的 身體乳液 對 就只是因為這邊很乾 然後看 Costco 有這款 另外一款 145 然後大家比較推薦這款 我就購入了 好這就是 Costco的開箱 超級無聊 會這麼無聊其實也是因為 Costco沒辦法 買吃的 所以 呃應該說沒辦法買 Shopping 或是冷凍的東西 就是他們運送 的上面就沒有 所以 能買到的東西就很有限 只有一些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居家的東西 好 那現在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到底要怎麼用 台灣的 會員去 英國的Costco購買東西 就是你 剛剛講過 你去線下是完全沒問題的 然後線上的話 就是 呃 首先你可以先寫信給他們的客服 然後我再把E-mail放在這邊 然後你就跟他們說 你已經在台灣有帳戶啦 你是International Member 然後 可是你要申請 Online的帳戶的時候 那個 會員號碼 不符合怎麼辦 因為你直接申請的話 打進去 他是 沒辦法進入下一步的 所以你就寄信問客服 然後客服就會跟你說 喔你先花15磅 就是買 線上一年的會員的資格 就是他們有 單純線上會員的 一年15磅 然後你買了之後 把你買的那個E-mail 跟你原本擁有的那個 會員的號碼 兩個一起寄信回去給客服的話 他就會幫你更新成 你原本的會員的帳戶 然後把那15塊 退款給你 所以等於是完全不用花錢 然後 就可以順順利利的線上購物了 只是他們 線上購物也有個麻煩 就是有運費 所以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買多少到免運啦 但是 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對我還收到了一封信 我拆八成是我的銀行卡 因為我就是大家線上刷卡真的要小心 我用Monzo的時候刷了一筆書店 書航的錢 然後 嗯 一開始都蠻正常的 可是過了一個禮拜吧 我就突然間又被刷了一筆15磅的錢 然後也是來自那個網站 可是我 我真的沒有就是 在買任何東西 所以 他的app上面有一個可以按說 這個不是你 就是 說這個是 有可能是大片等等 你就點那個 然後他們就會凍結你的卡 然後去調查 蠻快的 不到一天那15磅就退給我 然後 我的卡就被換掉了 因為可能就有被倒刷的嫌疑 所以Monzo就寄來一個 就是 新的卡片給我 然後大家就是 線上刷卡的話要小心 然後要記得對照 太少人Costco之後 我現在就要來幹大事了 就是我要來 殺這顆鳳梨 呃 還沒看上級的人 可以看這邊 你可以看到我在中超 就是買了一顆鳳梨 但是 人生就是還沒有機會 自己 砍過鳳梨 多些媽媽 就是 100%的照顧 所以 現在跟我一起來 初體驗 我的砍殺鳳梨初體驗 這要怎麼搞啊 這要洗嗎 應該不用洗吧 反正打開 才是要吃的地方 可是我也不可能洗那個骨肉啊 那應該不用洗吧 欸要不要 那不然我夠個水好了 我不知道是這個鳳梨爛掉還怎麼樣 我發現鳳梨的刺其實根本不刺欸 你們會不會覺得我很要智障啊 就是平常就是演一個小廚娘 但是連鳳梨都不會 都不會切 但是 你知道我所有 煮飯的技巧也都是網路學習 所以我用來 首先應該是要先把這個頭砍掉 沒錯 OK 殺頭 好 然後咧 把尾巴也砍掉 好 我覺得這鳳梨好像還沒有到很成熟欸 怎麼辦 為什麼 砍的不夠多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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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應該要把這外面的皮弄掉 這是要用削的嗎 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用刀子吧 我到底在跟誰自言自語啊 這到底怎麼弄啊 蛤 是這樣嗎 誰可以來救我 是這樣嗎 換一把大把一點的刀子試試看 哎呦 感覺是因為剛剛刀子的問題喔 是不是我切得太外面了 不然為什麼這些鳳梨都還有黑色的洞 我覺得這鳳梨聞起來好酸喔 我一般有這個洞嗎 是不是沒有 那我要怎麼 我是不是應該要削皮把它削掉 誰可以告訴我鳳梨到底要怎麼搞啊 好 好滑喔 是這樣嗎 我感覺不是欸 因為很粗欸 還是應該要再切掉更多 好浪費喔 一般鳳梨都切掉這麼多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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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手起到落 它是不是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勒 應該是要醉拌漆 這碰梨真的感覺不甜 這次就很像平常吃的鳳梨塊 哇成功了 我會做這個 非常好 我會做這碗的 所以說要做的 然後我會做的 揚子 然後我會做的 要做的 要做的 這碗是 可以做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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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喔成功了耶 來吃一塊看看 那我覺得它感覺真的很爽 喔不會是甜的 是甜的耶 還不錯耶 辛苦了大家 大家會砍鳳梨嗎 歡迎跟我一起 宰殺鳳梨 殺完鳳梨想要來做晚餐 今天晚餐想吃皮蛋瘦肉粥 真的超級方便 而且居然英國也買到皮蛋耶 所以就一起來做吧 給大家看我之前淘寶開箱買的這個 可愛牛奶鍋 就是我拿來煮粥的 好利器 就是剛好一人份 超方便 然後吃一口 然後吃一口 吃一口 再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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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沸 一口 牛肉 水 牛肉 蛋 海鷹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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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好了 其实你们刚刚可以看到我刚刚就是出了一点小trouble 就是我开火之后那锅子就开始变黑 就是我其实本来是打算先把猪脚肉炒一炒 然后皮蛋炒一炒之后再下水 正常来说应该要这样 但是你知道那锅子已经开始发黑 所以我就赶快加水了 希望还是一样好吃啦 那我们就赶快来吃晚餐 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明明沙发在身后可以喜欢坐在地板上吃吧 然后把沙发当靠北 那我再来吃吃看我的皮蛋瘦肉粥 真的很烫 很好吃 而且这个超方便的 如果你饭煮好了的话大概三分钟吧就好了 只要把料全部丢进去炒一下 加水后我们滚就好了 最近大家work from home的话也可以 除了泡面以外 做粥吃蛮方便的 然后最近台湾疫情就是变得很严重 大家一定要记得戴口罩请洗手 相信台湾人就是 因为之前都有戴口罩嘛 就是这个习惯一定可以很快的就度过COVID的 这次的小小危机 然后祝大家一切平安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